大家好像在做個夢喔 不可能相信自己真的走在這些地方 史上最好喝的水 居然人在冰河裡面 不知道該選哪一個人畫面跟大家說漂亮 對 嗨大家好我是Selene 我是Cynthia 今天要來我們在冰島 最最最最最最期待的行程之一就是 冰川健行 應該是每個人來冰島都一定會做的事情 所以廢話都說 快來跟我們看看冰島的冰川長什麼樣子吧 我們要開始 出發 你有想過一生中有機會走在冰川上嗎 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物體 以幾千年連續不斷的降雪和低於零度的低溫 讓雪聚集在相同位置形成的巨大冰塊 它們可以像河流一樣緩慢的流動 並在山脈之間通過 從而產生裂縫和冰川浮雕 只存在於中年冰封的高山與兩極地區 今年不只是旅行來到同時擁有冰山與冰川地形 被稱作冰與火之地的冰島 其中一大目的就是青眼 也帶你們目睹世界上最壯觀卻也即將消失的景觀 斯維納冰川 現在到我們今天冰川建行的集合點了 我們這次找的是這間Arctic Adventures 一個人差不多是四千多塊 然後我們今天總共會走五個小時 它現在在確認每個人的鞋子 OBOK 因為我們的鞋子是需要上冰爪的 所以它說鞋子一定要包腳踝 然後必須得去登山行 我的迪卡農登山鞋通過了 我的迪卡農登山鞋通過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截迪卡農登山鞋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的 因為我的算是他們蠻基本的鞋款 我的是這雙 這個牌子叫做Danner皮革 然後Gortex 露上你的鞋底 它是白年登山鞋 它是正登山鞋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登山鞋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也可以跟他們租 那個姊姊在幫我們Check的時候 她說You OK 然後我剛剛就有一種想說 D卡農都可以 為什麼長毛先包 對 我剛剛她看了說OK 冰爪就是會這樣子下在上面 然後它這邊有一些絕對不合格的 我有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Tinderland算是我們台灣能買到 比較接近就是雪地啊 Outdoor的靴類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買Tinderland 但是這邊是絕對不行的 然後還有那種UGG的雪靴 毛毛雪靴還有馬丁靴 都是台灣人很愛穿的 這些也都是絕對不行的 一看多就贏了 這個是這個租的很好穿 而且很好看耶 很好看 那租的多少錢 我大概300 400 400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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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了公投團 你們每個人的配色一模一樣耶 我是公投 對 你看才是很強力的工人 我要去挖金了 真的要去挖礦喔 冰島的冰川主要集中行程在南部 這是因為南部比較潮濕 當濕氣遇到了北方的冷空氣 就形成了雪跟冰 而在大量的冰雪堆積之下 才形成了所謂的冰川 這次我們參加劍行的地點 斯維納冰川 是冰島九大冰川之一 它位在卡夫塔山自然保護區 也是最多電影來取景的場景 包含了全力遊戲 星際效應和白日夢冒險王 所以這裡同時也是冰島最最有名的冰川 是冰川的冰川 這裡的每一個地名都非常非常的難唸 對 伊莎看起來好像要去砍人了 別人像工人你像殺手 現在冰河就在我們的上面 要先徒步差不多 二十分鐘左右才會到 所以現在還不需要穿冰川 今天參加的這個践行是 五個小時的行程 算是比較長一點點的 因為網路上找到應該比較多是三個小時而已 聽說是五個小時 可以走到比較深入的冰川 因為這邊是國家公園的關係 只能走這些黑色的石頭路 旁邊的草皮都是不能採的 然後我們現在會這樣一路 往冰川走去 我們應該算是幸運 因為看好像冰區蠻容易 天氣很差的 對 很容易一暴風雨 但是 時間是很期待太陽 很長的衣服 像我一樣的衣服 所以我們只看到衣服 所以我們不能採的衣服 所以我們不能採的衣服 你看看我自己的衣服 原來是這樣子收在襪子裡面的 難怪她剛說沒有穿長襪的話 就回停車場 全部人都是第一次穿這種鼻子啊 嚇死 好酷喔 你再來表演一次 轉兩圈 然後襪子往下折 這樣子 哇賽 導遊再次的強調 全部的事情都是要一起 不可以自己脫隊拍照 轉個彎已經變得非常漂亮了 你看她好像在做夢喔 我相信自己真的走在這些地方 現在我們遇到的冰 都還是這種黑色白色混在一起的 你看 超酷的 還有一個洞耶 對 你看水可以擦 好深喔 超深 哇 哇 哇 我現在 心很棒不很棒跳 嗯嗯 好幸福 然後你走 遠足夠遠足 來做一個小鞋子 然後你可以直接喝一杯 好 好 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手 好 好 怎麼會有人在冰上 撥的心聲 喔 再一口 再一口 喔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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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頭髮都下去了 你洗頭 你褲子會濕喔 好困難喔 這水真的好喝 因為我本來就 是做不到福地挺身的人 明明 明明就有杯子 明明就有杯子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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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喝耶 甜的 老大 鹏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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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麼 僅人 富州 丁 老大 它的冰塊是藍色的耶 但是它剛剛說 冬天跟夏天看到的景是不一樣的 冬天的話會更藍 因為它是一直在擠壓 因為冰的那個是什麼 反射作用嗎 它太陽照射少 對 所以冬天的時候它這個冰會很藍 然後夏天的時候 因為它一直在融化 所以它也越來越薄 然後它的顏色就是會比較白 帶你們深入一下冰島的冰川底下 欸超級酷的 這邊真的都是藍色 我們沒有調喔 喔喔 它現在要幫我把 我吊在下面的太陽眼鏡撈起來 我剛剛在拍那個冰縫 然後一個站起來 我的眼鏡就直接 下去然後就開了 應該瘋瘋的 它現在用繩子 然後就是夾上冰縫 再幫我撈那個眼鏡 剛剛在夾喔 喔喔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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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在夾啊 我真的很抱歉耶 我掉下去的那一刻 我已經覺得 我的太陽眼鏡應該就這樣拜拜了 但是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我留了一個垃圾在這裡 哦 希望 哇 好像可行喔 好像有用喔 你們兩個都是我的英雄 謝謝你們 我的太陽眼鏡回來了 謝謝你們 大家要小心啦 因為如果這個沒有撿錢的話 就變成我們亂丟垃圾在這邊 沒錯所以我剛剛其實很緊張 不想丟垃圾在這裡 謝謝導遊幫我們 他好像是東西大家就不能放下去 大家真的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與你所有物品的安全 雖然冰川是我們都從來沒有走過的陌生地形 但向導遊幫我們準備健行需要的冰爪和冰斧 而且一路向都帶著我們走相對簡單安全的路線 也會告訴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避開危險 越走越高越深之後 你會被整片的冰川包圍 向導不斷提醒我們稱得上是冰川的冰體 必須有一定的厚度和相當大的規模 厚度最少也要超過10米 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經過數千數萬年累積而成的 不過大家要注意的是 冰川健行是必須跟隨專業向導才可以進行的活動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準備了冰爪就去喔 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離冰山越來越近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壓迫感 對 因為它尖尖的看起來是銳利的 我們現在人就在當時候從車子裡看到那個雪山最尖尖白白的地方了 沒想到真的走到這裡了 現在大家就會在中間這裡拍照吃東西慢慢的回去 剛剛其實就是從旁邊那個湖一路這樣子走上來的 有點覺得不可置信 居然人在冰河裡面 聽說這裡的冬天是更漂亮的 可是我已經覺得超級無敵宇宙漂亮了 現在還是有一種在作弄的感覺 我現在可以進行剪輯師 用這個360100看一整圈 我不知道有 不知道該選哪一個畫面跟大家說漂亮 對 可是看不太到冰山的頂 因為上面是起霧的 現在已經覺得好雄耶 但是我其實覺得它有一點像張雅舞爪的白色怪物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它還有一點點黑黑的 對 有可能有可能 就會感覺比較酷 因為時間不長 這一次參加的冰川健行 其實只遊歷了冰川非常非常小的角落 但站在冰川的地府 你仍然會被它的靜密 浩瀚無垠所震撼跟感動 而大家都知道的是 冰川正在消失 現在冰川融化的速度 比他們形成冰蛇的速度快 2014年冰島已經有一座冰川被宣告死亡了 而冰島科學家預測 未來200年之內 冰島的所有冰川將會消失 冰島甚至為逝去的冰川辦了喪禮 這是碑文上寫的一段話 在往後的200年內 我們所有的冰川將會走向相同的歸途 這個紀念碑是為了突顯 我們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 以及我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 只有未來的你知道我們是否做到了 這件事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了 但親自站在這塊大自然產生的奇景上 你會真的真的感受到它的敏感跟脆弱 還有不忍它就此消失的惋惜 同時被提醒著我們所做的每個決定 都將影響著世界上的每個角落 現在呢就是要沿著這條冰河一路的走下去 然後就會回到我們剛剛上車的基地 然後覺得剛剛一路走就是有一種 又興奮又哀傷的感覺 美麗又哀傷淡淡的哀愁的感覺 對 因為就是跟那個冰河湖一樣 就是你不知道多少年後 這樣子的景色就不會再存在這個地球之下 所以就會又覺得自己可以親眼看過 走過這樣的地形是非常地榮幸 非常幸運的 因為親眼看過 它會更鮮明地存在在你的記憶跟幸運 然後導遊剛剛就是有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地方跟二十年前 我們講的是不一樣的 以前是那邊有更多更多的冰 下面也是 就是比較沒有這些光糊糊的 但是現在都已經變化了 然後我們這次走的這個冰河 進去的是五個小時嘛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過就是 其實有三個小時的行程 但是其實我覺得會滿不夠的 對 因為你光是穿裝可以 就已經花滿多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五個小時 其實其實有一點點 Hurry 對 但是就是你可以真正地清淨這個冰山 然後喝喝冰川的水 它會有更多時間可以跟你介紹這個地方 對 但是我們其實有看到其他的行程是 它會帶你用繩索去做一些更有挑戰性的地形 我們這一次就沒有參加到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你喜歡那種更有挑戰性的行程的話 也可以考慮看看 而且到冬天的話還可以爬到冰洞裡面 總而言之我們是覺得 來到冰島一定一定要參加冰洞這些 因為 你不知道下次再再來冰島的時候 還有沒有這片冰山 沒錯 然後也要呼籲大家好好看著地球 才可以讓這樣的景象 這些流掉的冰河水都是地球的眼淚 對 太酷了 我們走了 我們走吧 我們要走了 沒有 那不是我們的河水 喔喔喔喔 是我們河水 我剛剛差點跟錯 對 我們在冰島還有其他的戶外的行程 也沒有去黑冰洞 走冰洞的行程 靠冰島的野心溫泉 對 所以 然後之後也會去冰島的夏季環島的公路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冰島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鈴鐺然後開鈴鐺 然後你可以分享給你所有想見一下冰島團的朋友 然後可以 收一收他們 好 那我們之後下次見 拜拜 這是幹嘛 這是幹嘛 這剛好可以一整隻腳這樣子掉進去 啊 這水好爛喔 這水好爛喔 這水真的很爛耶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剛剛到底在幹嘛嗎 我剛剛有解釋喔 好快喔 我的好大塊 哇 有挖到冰塊耶 送你 我不要啊 好了該往下走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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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